我昨天搏到了榜野 我撞云 三位失禁了如此会读书 哪里哪里 搏饼搏来的 什么兵 搏饼 搏饼你都不知道 为什么每次一到中秋月圆 闽台地区的大街小巷 都是叮叮当当的骰子声呢 相传在早年间 郑成功收复台湾 每逢中秋佳节 这些从大陆去台湾的士兵和将士们 都特别的想家 这怎么办呢 郑成功看不下去了 为了缓解士兵们 远离家乡 想家私家之仇 于是呢 他就命令部下 红旭赶紧我想一个法子 于是就把这个平日里边 打发无聊时光的精彩游戏 跟当时难得一见的 来自家乡的月饼 结合在一起 同时呢 加入了科举文化的元素 大大小小 63块饼 分别代表着像什么 状元 榜眼 探花 近视 举人秀才等等 这个将士们呢 就通过投掷骰子来搏月饼 不同的点数组合 对应着不同的奖项 设置的奖品 琳琅满目 将士们非常喜欢 拍手叫好 一时间 军营 坊间 上到九十九 下到刚会走 这将士和当时的民众 不分你我参与其中啊 就为了一年的好运气 要博上一个好彩头 后来呢 郑成功带兵返回了福建 将士们就把这种状元仇的游戏 也带回来了 很快在民间就流传开来 至今呢 在闽南一带 还保留着玩状元仇的习俗 其中呢 尤其以泉州 厦门市区为甚 甚至有这样一个说法 叫小春节大中秋 清代的乾隆进士 布正史前齐 曾经在台湾竹之词中 写集了台湾中秋节 欲雨寒光静避空 友人秘醉 贵堂东 说的就是 博状元饼的一个盛景 这就在早期呢 形成了共同的 闽台文化 就是这个博饼 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很好奇啊 你说 有万千种类的精彩游戏 为什么唯有薄饼 独得大家的喜爱呢 因为这个游戏特别好玩 因为节日的氛围 还是因为它里边有丰厚的奖饼呢 其实细究下来呢 都不是 毫不吝啬的说呢 其实深藏于薄饼文化背后的 是那一缕 幽幽的香愁 这才是这个游戏的精华所在 从瓷八饼 圆形饼 月饼 再到 骰子 状元菊 状元仇 63块绘饼 薄饼文化在香野之间 一路演化 交互融合 中秋佳节 想家 想团圆 想把这种美好的希望 于家的思念 寄托于薄饼之中 薄饼文化 也把两岸的情意 连接成纽带 钻得更加紧实了 作为闽南地区和台湾地区 共有的特有的节日文化的深刻缩影 只要当这个骰子在大瓷碗里边叮当落下 发出清脆的响声 不管你来自何处 大家都能够齐刷刷地坐在桌前 享受两岸文化的精脆 为人们带来的共鸣 和这种独有的幸福感 那个时候从眼底泛出的千千情思 从席间坊间飘出的欢声笑语 那种其乐融融的温馨之感 这才是人们在薄饼中的最终向往 就是那一缕 故乡情 福字旁边六张口 我是花儿 大家中秋快乐 关注我 下期带你接着聊你不知道的福建